欢迎来到哈米苏城快读大师 我是张连老师 今天要为大家导读这本高绩效主管代人述 我过去曾在科技与制造业担任人力资源工作将近20年 一路从基层员工到部门主管 我负责的工作包含了训练发展招募任用 绩效管理员工关系以及人力资源相关等专案 因此对于企业组织内部的流程 团队运作主管管理职能相当的熟悉 我的服务项目包含了组织企业诊断 流程改善以及主管管理职能的培训 我服务的客户包含了科技业 制造业建设设计业 流通零售服务业以及旅游相关产业等等 今天要为大家来说明这本高绩效主管代人述 我们主要是针对新手主管 企业内的资深主管 以及空降的主管 来解决他们日常管理上的一些问题 在我过去辅导以及培训的经验过程当中 我们常常面对一些企业经营者常常对我说 我们的主管特质非常好 但是我们在管理上常常发现了以下几个问题 也就是新手主管他在面临管理的工作过程当中 产生不知所措的状态 但是我们企业内部的资深主管 在管理的过程当中会发生一些不知道错在哪里的状况 以及我们外部聘用的一些空降主管 来到我们公司却不知道哪里可能会有错的状态 这是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新手主管刚从内部开始晋升 可能不见得受过完整的交易训练培训 或者有一些主管已经上热很久了 才开始在进行主管的培训 因此他在管理的工作上面 遇到一些任务的分配 或者是人员管理上 就会产生不知所措的状态了 那我们企业内部的资深主管 常常就是对我们的组织运作非常的熟悉 以及管理经验相当丰富的好手 但是随着时代的演进 新世代的加入 还有我们很多新的工作方法推陈出新 对这些资深主管们来说 就有一些在团队带领上 还有工作指导上的一个挑战 常常会遇到一个状况 就是一个无心的误解 造成一个很大很大 很严重的管理上的问题 让这些资深主管们摸不着头绪 不知道问题到底错在哪里 那空降主管呢 过去可能在其他的企业单位 有丰富的主管经验 但是来到了这个企业以后 发生过去的一些方法 到现在这个方向 这个位置呢 不见得适用 更何况 有一些企业的文化 还有潜规则 面临了这个管理上的考验 让这些空降主管们呢 就不知道哪里可能会有错啊 因此呢 身为企业辅导顾问 跟企业管理培训师 我个人的任务啊 就是能够培育这些上千位的主管们 一路从新手变好手 从守守变老守的管理过程 而我本身过去也历经了一个 从基层员工到部门主管的一个历练 让我可以知道 要成为一个好的主管 到底应该要具备什么样的知识啊 技能 态度等等 那我的目标呢 就是要协助各位企业主管们 能够好好的能够带领你们团队 来达到我们的绩效 因此呢 我们这本书里面分成几个单元 首先就是心态的建立 在我们主管要有一个认知啊 我们除了要把自己的工作负责任的把它做好以外 主管也要当责的去担当这个所有部门的绩效 让每一个人都能够把事情做好 那接下来在团队建立的初期 主管要做到三个步骤 做活动来领导团队 什么是做活动呢 就是第一 要了解我们的工作执掌的内容 第二 要了解我们的伙伴的特质 以及对工作的期望 第三 要能够做好良好的互动 如此啊 在我们新官上任的过程当中 就不会不知所措啦 那心态建立之后 接下来我们要了解 主管在管理的周期 又是什么样的状态呢 一般我们的管理周期 会分成三个阶段 也就是 期初 期中 以及期末 首先 期初 就是在我们年度开始的时候 我们的主管要带领我们的部署 一起来做目标的设定 以及任务的分派 目标的设定要遵循Smart的原则 也就是 目标的设定要具体的 可衡量的 可以达到的 以及与工作有相关的 最重要的要有时间性 任务的分派要主管针对部署的能力 经验 特质 以及他的期望 来做有效的分配 如此我们的工作才能够 适才适所 能够让他在工作上达到绩效 在任务分派之后 主管就要带领了部署 来进行计划的展开 跟资源的分配 计划的展开 要遵循的 列工作 排顺序 定资源 估风险的步骤 来做完善的计划展开 接下来 就来进行我们漫长的 其中的 日常管理了 那日常管理的过程当中 主管要遵循的FAST的法则 也就是要经常性的 与团队成员来讨论 要大胆授权你的部署 来去做执行 那我们主管在下达指令的过程当中 要非常的明确 以及我们要透过透明化的工作 进度的管理 如此呢 才能够让主管与部署之间 能够保持状况共有 那在日常的管理过程当中 如果发生异常的该怎么办呢 这时候主管就要带你的部署 透过情 有可原 这四个步骤 来进行问题分析 与解决 那这个四个步骤 包含的什么呢 首先情 就是要来了解 现在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 把我们具体的情况了解一番 第二 有 有就是有哪些可能的原因 造成这个情况的发生 第三 可 就是找到可行的对策 有哪些 那其他援助的部分 就是我们要来了解 在我们职责范围外 希望我们上级主管 还有跨部门提供的援助 到底是什么 透过情有可原这四个步骤 可以帮助主管培育我们的部署 带着答案去问问题的一个管理的思维 那职场上除了解决问题之外 还有一些沟通上面的问题 主管秉持着这个三个步骤 各位好的方式来进行职场沟通 也就是了解我们工作伙伴的个性 我们要来换位思考同理心 以及用好的沟通模式 来进行做职场的沟通 那什么是好的沟通呢 我们可以透过进去理性与感性的 美问必答三明治法则来进行沟通 包含的美就叫做赞美与肯定 针对对方做得好的地方 我们要给予肯定 第二 问就是厘清问题 找症结 透过我们刚刚说的问题分析的结构 来找到问题的真正的原因 第三 避就是要避免冲突 就是论事 在沟通的过程当中 难免会有情绪的产生 因此我们要把讨论聚焦在事情上面 把问题具体的解决 最后答就是要来表达答谢与支持 感谢大家愿意来进行沟通 我们在事情的解决上 你可以透过问题分析解决模式 跟沟通的模式 来把事情给处理完毕 但是有一些状况是属于我们部署 因为工作的能力不足 产生工作的问题 这时候主管就要启动 部署培育以及工作指导模式 透过工作知识摧取的方式 来把我们工作应该具备的知识 技术特质以及经验值 把它萃取出来 成为工作的标准 然后我们也用这样的标准 来做因材施教 包含这个新世代的加入 造成我们职场上有各世代的存在 所以主管必须要了解 不同世代在我们职场上 它的价值观是什么 以及我们针对团队的每一个成员 它不同的能力 特质来做不同的团队领导 最后在期末的时候 主管必须要来为我们团队的每一个成员 他一年来的这个绩效成果 以及日常工作的表现 来做一个总结 也就叫做绩效平和 所以主管在这个过程当中 必须要先了解我们公司的绩效管理流程有哪些 我们绩效的标准是什么 我们要用什么样的绩效平和的方式 以及最重要的是 我们要了解这个 员工发展计划要怎么去撰写 因为我们希望让所有的主管了解一件事情 平和不是只有大分数而已 而且是更重要的是 大家后面的发展计划 我们都知道 不是每一个人天生都容易当主管的 因此我们会建议 各位在平常的日常工作的过程当中 来观察我们的主管 或者是其他跨部门的主管 怎么去做日常管理这件事情 或者我们可以去阅读大量的管理书籍 或者是上我们哈密书城去看所有商馆的书籍 或者是参加外部培训的课程 跟所有其他业界的主管们交流一下管理的心得 当然我们学了这么多 管理的知识技能 最后还是要内化到我们自己 那我们这本书的特色有三个 第一个 一步一步的教导大家如何去试人 用人 留人的一些方法跟技巧 帮助各位在日常的管理上能够容易上手 第二 第二我们用很多简易的工具与方法 包含了一些简单的图表 还有一些工具 告诉各位能够在什么样的状况 应用什么样的工具 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能够达到绩效 第三 我们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管理的案例 帮助大家在不管在沟通上 绩效上 培训上或者是指导上 能够知道什么的情况下 要采取什么样的工具 来做一个参考 以上就是这本书的精彩内容 欢迎上我们哈密书城 下载这本高绩效主管带人书 是的 谢谢大家